加薪水 当然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增加雇主老板的负担 可是如果能够留住人才 然后让员工为你卖命 这是一个加分加成效果 对不对 陈龙 对啊 我最常去的台式餐厅就是鼎泰峰 你会发现那鼎泰峰 你要去抽号码牌 你抽到50分钟以后才轮到你进去 不管是台北101的店 还是像天母的店都一样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 因为老板的观念不一样 他把公司的利润50% 几乎都给他的员工 所以你看那个鼎泰峰的员工的服务态度之好 他们的笑容是很真诚的 不是假的 他们是真心服务的 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而且你反过来看 对老板而言生意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 连我自己去新加坡旅游五天 我都吃了三次新加坡的鼎泰峰 你看看 但你知道拿五成 对 就把50的利润 50%的利润都分享给员工 利润的一半分享给员工是很大方的老板 所以建成能不能继续再上来 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加薪司法能够站在帮助劳工的角度顺利过关 那等到下个礼拜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利那也有弊啊 对 如果说比较狠心的企业组 那既然要加薪对不对 我就员工聘少一点嘛 然后你工作量就会增加了嘛 对对对 反正我用一样的钱嘛 我只要少聘一些员工 可能一个人兼两个职位 这可能就是你面临到一些压力 另外就是说企业主干脆就不完了 我出走 可是我们刚刚说 对啊 但是它是慢慢啊 我这几年冷一下 我慢慢移 我也不投资了 或者说未来我干脆关场 有一些比较小企业 我干脆关场不做了 所以呢 当然这种机会是比较低啦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说法案通过的话 其实对老公还是正面的 多多少少让企业利润分享啦 能够加薪正常化一点 只要你够努力 应该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我觉得这个对老公是比较正面的 那企业也有利有弊啦 不要想都是弊的啦 成本增加 当然你企业可能会出手 增加你的成本 或许呢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 这个也不是说利跟弊啦 你就把发给股东的股利发少一点嘛 员工分红发多一点嘛 一样是赚的钱嘛 为什么一定都要给股东呢 股东当然要大方一点也OK 我们观众很多股东呢 对也要 但是假设配5块钱 你配4块半就好了 0.5给员工 如果没有这些员工 帮这家公司很努力的赚钱 哪有来的鼓励啊 股价就上不去了 股东也分不到鼓励了 这是大家互相的 所以就可以留住人才 对啊 人才 饮手碎 可以减免嘛 当然你可能面临 如果不做 可能面临政策面的 假设立法通过可能会罚责 我想这个企业来看 当然也不见得就是不好 另外对国家经济来看的话 人民所得增加了 你的消费增加了 刚才瑞涵提到过嘛 你的息就大了嘛 GDP就上去了 而且人才不会在外流 不要再当台劳了啦 根流台湾大 在台湾多好 什么吃的都有 又那么方便 所以我想这个对国家经济 应该是正面的 当然如果引发了企业 比较非常不满 出走潮的话 这个对国家经济冲击就很大 所以不管怎么样 所以先坐下来谈 我们王院长叫大家先坐下来谈 冷静 劳资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和谐 对国家的发展才是长远的 不过薪水的加薪正常化 员工分红化 我想可以学学 我跟贯州的公司一样 该赚钱的企业老板 你就分一分吧 我想这个是比较正面一点 你现在有在缺人吗 缺啊 我帮你问了 观众朋友有听到了 其实加薪四法 这个有两法 刚刚聊很多 还有后面的两法 后面是工厂法 跟劳动基础法 好像听说这一次 比较有争议的是在这 是不是贯州 对 其中在整个工厂法 第40条来讲 它就是讲说 工厂或公司的盈余的部分 应该是用加薪 或者是这个奖金的一个方式 去分配给员工 那另外一个 在整个劳动基础法来说的话 第二十九条也讲到说 公司要把盈余分给员工 如果没有做到的情况之下 要有这个五十万到五百万 这样的一个罚则 公司有赚钱 没有分给员工 要被罚五十到五百万 对 所以这两个法 就强调说 我公司就说 我要罚奖金 或者是我要加薪 所以企业界应该是在 劳基法的第二十九条 这边最反对吧 应该是 当然因为这个有罚则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们在讲说这个 工厂法第四十条 对于劳工跟企业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跟坏处 那为什么 在似乎这个大众 其实对这两个法 其实还是有一些诟病的一个地方 那第一个就是 对整个劳工来讲的话 其实跟随公司的一个获利成长 本来就是很合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假设我每天偏个半死不活的 帮公司创造盈余 那我除了这个比较死的薪水之外 其实我应该还有一种 比较活络的一个奖金 我想这个在我们 我想这个我跟建成包 其他两个分析室都一样 你都有所谓一个年终奖金 就是比较合理的 有制度的方式去做一个发放 但是这个地方来讲 为什么大家好像对这个法 还是有些诟病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去讲到说 或者是并没有去促成 他所谓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可能这个奖金OK 盈余分配OK 可是问题是加薪这件事情 并没有这个地方 能够去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像台湾 像日本也是所谓人力派遣 当你出现人力派遣的时候 这种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 你要怎么去加所谓的一个 最低薪资这一块 观众一说我才知道 原来工厂法里面 这个并没有把派遣加在 算是在里面的涵盖范围 派遣平常也是很辛苦 可是他不算公司的正式员工 所以更甭提什么低薪 加薪或者是等等的 后面的退出的问题 这也其实有点规避掉责任 明明派遣员工那个就是在逃避 我们那个劳计划对劳工的保障 所以派遣那个是厂商在逃避劳计划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带头这样做 这样你知道吗 带头哦 你去看政府有多少部门 他就有派遣员工 没错没错 可能是劳动部啊什么的 我听起来很多 公部门很多派遣员工 他在交厂商说我教你这家 可以逃避劳计划 是不是 派遣工什么保障也没有 那你劳计划在保障谁啊 就是这样啊 22K 22K怎么来的 也是政府带头来的啊 他请人家请员工 他说我保障22K 各位记得吗 那时候政府说 22K 以前哪有什么22K 薪水虽然缓 哪有22K 没有 政府说你鼓励厂商 那时候就 不是就位率很低吗 你去政府补给你22K 所有的政府的厂商说 那以后我的员工弄22K 我一毛钱都没出 全部向政府申钱 今天才知道 就带头做的啊 22K就变成共识 你给25K你就攀了 对不对 所以25K为什么已经形成一个 所以这几十年来 台湾的氛围是什么 是好像就是制造一个低薪的那个氛围 环境 对对 就是这剥削劳工啦 简单的说穿了 就是剥削劳工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这四条 我这样看一看 对厂商有什么不好 没有太差 一堆人就反对了 为什么 他怕引起那个要加薪的风潮 因为过去十几年 都是不能加薪算正常 加薪啊 抓住啦 对了 对了听说 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 那个氛围 台湾这十几年来 就是这个氛围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工厂法当中的 冠州啊 真的派遣反倒是被冷落 被忽视的一群 对 其实像派遣员工来讲 他就是不是这家公司的正式员工 那你即便加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加薪事法 你跟这些人又有什么关系 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打法达到效果 所以说 如果说台湾还是纯续这种所谓的一个 这个人力派遣这种制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想这个低薪的环境 跟这个所谓的加薪事法会几乎是形同虚色 所以大胆讲是成龙大哥 如果说呢 加薪事法的工厂法过关的话 日后国内企业 成如炫哥提的 要规避一些罚则 我的派遣员将会越来越多 哪怕这次员工请进来 我也给他叫做派遣员 派遣工 像日本就这样 是不是 对啊 就会越来越像日本 就有很多派遣员工 都没保障的 对啊 都没有保障 做得很辛苦 所以就都是派遣的 全部都是派遣的 根本没有员工 就你一年 一年有工作 明年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厂商他现在 对这一点的工厂法 好 我想主要在于说 对厂商的利息 其实远光要看原因 也就是说 有利于这个人才向心力的一个提升 然后再去说 避免你的人才经常被挖角 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杜邦 这家公司 200多年的一个历史 他就讲到说 其实员工就是这个公司 或工厂最大的一个资产 跟建争力 对 对 那这样比较坏的地方 像说这个人事成本的一个增加 它必然 可是问题是 如果说厂商多花些成本 那你可以创造一个 比如说可能 更多的利润 对 更多利润来讲 它其实何乐不为 对 下一个法呢 除了工厂法式地灾法 最后一个更重要的牢基法 牢基法 当然就是说 他把这个所谓的一个 万一这个公司 不分红 或者是不发奖金 这种 把那罚则定上去 可是问题是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当然对劳工也是一样 我公司能够订立一个 合理的一个奖金 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加薪制度 就是他这个 对员工最大的一个利夺 保障啊 对 我一切都是照制度来办事的话 那我 员工只知道说 我今天努力多少 我加班多少 我就有多少的一个 收入可以拿到 明文制度化 就不会有模糊地带 模糊地带好的 就是炫哥说 缺到 不好的你就没了 那那个B呢 B对老公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一点 目前台湾也是很习惯这样 就是所谓的一个 这个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 对不对 我们常听到说 很多人什么公司就说 过劳啊 怎么样的 都因为 你上班都要准时上班 你下班的话 你就要把事情做完 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 照理说你加班情况之下 公司应该有明文去 发这个所谓的一个 你的加班费用 可是问题是 以目前台湾的一个 法院来讲的话 好像并没有办法 去把这个做一个 明确的一个定义 厂商部位来讲的话 当然合理的利用 这次机会 去订定所谓的一个 分红跟奖励制度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说不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厂商今天 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遭受到财阀 其实你的社会管管不佳 也是一个必然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企业被罚个 500万 报纸灯很大 大家就不敢去了 其实大家会比较担心 这个500万 发现这几年 台湾的企业有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是外面失业的一堆 但是能够就业的 他已经说 天大的福气 我还找得到工作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那个责任制 那个一进去 不是朝九晚五 什么朝九晚五 朝九晚十一 对不对 晚上你都没有时间 意思说你有工作的 我把你剥削到底 不然你就没有工作 有工作的看到外面 那个等工作的 走得死亡 对不对 被剥削也就这样 宣哥是7-11 7-11点 还有 很多的那个电子公司也是 你去查查看 都没加班会的 我还有航空公司的 认识的人 礼拜六 礼拜天 工作带回来 因为公司说责任制 你听到有没有 责任制 他也不让你报加班了 总之现在呢 希望了 加薪司法可以让 台湾整个的劳动市场 员工部分 劳工部分 多一点点福利的拉抬 让整个的就业市场 回归到该有的正常化 希望 但是等下个礼拜 加薪司法 每个员工的福利 百分百 帮您做一下争取了 但是 下个礼拜呢 看盘重点 怎么掌握 好 台湾现阶段就是一个头肩顶的中段整理格局 好 那第一道防线就在9472 就是季线跟这个景线 理论上应该可以发挥有效支撑 但是我们要提防下个礼拜下 4月下半月 也知道会去捎到红台 为什么那个陆股涨那么高 德股涨那么高 会不会在下半月掉下来 所以我们做一个有备无患 就是下档9300 是最后的多头最后黄线 那基本上4月份 你只要红黑 红低来买进 据有相当大的胜算 那至于观察的指标 像太阳冷 这个族群 我看起来最整齐 它的底部都确定完成了 WD 那再来面板 面板就是友达跟群创 事实上那个长期的大底 也是确认的 它是在回测底部的景线的 那最三 就是高级期的 这些个股 能不能在这里止跌 非常重要 今天 当然我们关心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之外 国际盘再次提醒您 欧洲股市在德股开完盘之后 德国股市一度大跌 逼近2%的格局 掌握到最近消息是希腊 还不了钱 而且国家的钱又慌慌 情况如何 所听待会的夜线新闻